这个还想请教两位老师 有一种叫功夫茶 这个是个事 因为这个有人说了 功夫茶就是一种茶类 有人说了 虽然叫功夫茶 但它不是一种茶 所以这是个事 今天现场很遗憾 我们也没有一个卖功夫茶的 有 有 有 不就功夫茶吗 功夫茶有 有 功夫茶 看着 看好了 看好了 功夫茶 这行吗 我只能说妇女痊愈 功夫茶有 这功夫茶 这不都有 我们没功夫理你现在 来 两位老师 龙兄 这个功夫茶是怎么回事 您解释一下 功夫茶我觉得应该是有两种 你看不对吧 那也可以这么大 对了 这么大也是 别玩笑 一种是写成这个工人的功 功夫茶 一种是写成这个功课的功 功夫茶 那么写成功人的功呢 这种功夫茶是指着茶的品种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红茶 颠红功夫啊 齐红功夫啊 这都是属于这个 在这个茶当中 因为它精致加工 所以我们叫它功夫茶 那么还有一种呢 这个写成功课的功 就是功夫茶 应该是指个冲泡记忆 功夫茶道 这就所谓的茶道了 对啊 功夫茶就费功夫呗 这行 记得住 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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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呢 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说我们喝功夫茶 大家有的时候在这概念上 它不是查明 就像冷老师说 一方面讲求是制茶工艺 一方面是冲泡的技法 所以我们喝到的功夫茶 其实是呈现的茶汤 是跟工艺和技法有关 这就如同咱们说 今晚上吃面条 你没说出来是炸酱的 打卤的 芝麻酱的 它是统称 你听明白了吗 不过顺便看一看 你拿来这是什么 诱惑 不给钱就别喝了 别着急 你看刚才喝了这么些 我们哪给钱了 你们都白喝四家了 不能 要不然不喝你的 他们不干 来 兄弟瞧瞧 这应该是毕罗春 对对对对 毕罗春 毕罗春就是春天的海螺丝 夏天的大排档吃那个 跟那辣椒 咔咔一炒 大扎皮一喝 对 毕罗春 对对对 对对对 站着别动 那个卖口味茶那个 我把钱给了这个人了 一会找他要就好了 我还给我饼 我歇他一下 我看他像个骗子 在那边打去